台商第二代改装汽车客制化锁店的金字塔顶端 靠着软实力深耕福建市场 逃跑上路拉风时尚 大陆金字塔顶端的车友不只追求跑车性能 内部个性化的改装现在也成为最新潮流 对 根据客户需求汽车改装业者肖静提供客制化服务 体车主加装了一套世界知名品牌的音响 精准还原中高音各个音讯段的音律 效果非常好 自己体验过才知道 肖静从事汽车改装音响有五年经验 他父亲在80年代就在台湾开了一家汽车改装厂 看好大陆汽车改装市场快速全涨 他父亲2002年转换跑道 引进台湾技术到大陆发展 肖静设计了一套独特的音响 车主既能在开车时用来听音乐 也能在朋友聚会时用来做音响播放 音响和灯条都是纯手工制作 顶级精品汽车改装也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 根据客户的需求 肖静正在和台湾七艺艺术家黄守坤合作 研究用大陆传统七艺制作出中式风格的装饰 这种红然后底下是金箔 希望在我们音改的元素里面增加更多的文化的属性进去 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在福建深耕拓展版图 台上二代把握大陆消费升级的趋势 期待在汽车改装市场立先超车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